达仁乡新化村到图板村的产业道路 曾是拉力赛的经典赛道 不过从八八风灾重创后 封闭已久 而在乡公所积极的重建下 目前也已经顺利抢通 而本周也将举办拉力赛 将吸引上百辆赛车以及车手齐聚 主人更期待借由赛事能够推广达仁乡在地特色产业 达仁乡新化村到图板村的产业道路 曾是拉力赛车手的经典赛道 不过从2009年八八风灾重创后 道路严重回损 经过十几年的修复 道路已畅通 也即将在25、26日重新办理拉力赛 邵亚段的产业道路就是 从新化到图板 大概16公里的产业道路是 受损的非常的严重 也被破坏的非常严重 不能通行 那乡公所在这十几年的努力之下 渐渐车辆 一般的车辆是可以走这个山区 那图板跟新化村 这两个部落也会利用这个产业道路来去行驶 达仁乡公所表示 交通是发展农官产业重要的命脉 能将人潮带进来 产业带出去 而为了举办拉力赛 主办单位和在地族人召开部落会议 沟通协调取得共识 并结合在地农官产业共同行销 将导臣乡由南到北的产业链串起来 透过拉力赛 让外面的其他好朋友能够认识我们新化 那当然就是让新化被看见 那其实我们新化也有很好的农特产 像咖啡、苦茶油 还有现在的端木香菇都有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 那能够说让外面的朋友能够来参考 我们会做地方回馈 除了我们村各村、村部落 或者是我们的学校 像我们这一次有使用到的新化国小 还有我们的一些 私人的一些露营区的地方 也都希望说可以把我们希望的 我们的好意慢慢把它给推广出来 让我们的像我们的一些部落 我们比较一些偏向的部落 然后有一些发展协会 那如果说有部署的地方 也都希望说可以慢慢的再做进步 这段赛道又称为孤仔轮赛车公路 也是售国际汽车联盟认证的山区赛道 路线小湾居多 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赛道 RC安全驾驶推广中心 携手结合全国喜爱拉力赛车的 运动专业好手 起居一堂相互竞技 即将接大人项目到